哈囉,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部影片發布的時候應該是今年期間 我跟這裡祝大家五年行待遇,行想事成 當然最重要的是身體健康,這個比較重要 我昨天看了一看賽季,發現就快要結束了 今天就跟大家閒聊一下 分享一些賽季結束前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熱愛這個遊戲,或是曾經熱愛過 那你更應該要把這些事情都在結算前做好 首先呢,最重要的一定是補杯 先來看看這一季的榮耀連賽還剩多久 這個只要點一下你的總杯數就可以看到 這賽季剩五天左右 在結算前,大家一定要補一下杯數 為什麼補杯這麼的重要? 因為那就是你的心血啊 如果你不補,相當於把之前曾經辛苦乾來的成果送掉來白乾 這個相當可惜啊 其實你之前可能熬夜啊什麼的都白費 以前的版本是超過500杯以後 不管多少杯直接跟你對半幫你換成行為點數 所以跟以前比起來啊 其實現在的結算方式其實好爬很多 那什麼是補杯呢? 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發現到875杯以前啊 都會是以25為一個階級啊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724杯的角色喔 只要贏一把,就直接越過了725那一階 結算還是回到724 那就等於你的杯數補掉的意思 如果你沒補,就會是以700那一階來算 結算直接變成699 現虧25倍 這看起來貌似還好 那其實只要兩季左右沒補喔 你就會發現啊,之前的心血都沒了 想怕的時候又要慢慢爬回去喔 所以如果可以,我想合你 不好意思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盡量在賽季結束之前 把杯數補上一個階段 那如果輸了怎麼辦? 以剛剛的724為例喔 輸了就繼續玩 玩到725或是700 但絕對不要少過700 當你輸到約700的時候 就已經是下一個階段了 就跟你沒完一樣回到699 所以這一隻也算是補到700了 現在有一台模式推出喔 其實還蠻好補的 就是一次補三隻 非常方便非常快 用一隻比較強勢 可能一打三去帶另外兩隻 不用多久 你的杯數就輕鬆的補上去了 其實除了榮耀聯賽以外 星光聯賽也有要補的 就是正常 況且目前的做法是喔 為了壓抑住玩家送頭的... 毒癮 毒癮 現在有部分的玩家 就好像吸毒一樣 送上你喔 一直送一直爽喔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些片段 給你的同學啊 你的朋友看 看到沒有啊 不要吸毒啊 不然你會不會變成這樣啊 看他神經病自己在啼笑喔 方便把聯賽獎勵設成勝場了 當你勝場達到指定的場次 就可以獲取特定的獎勵 目前是當前聯賽頭像 以及最後的聯賽造型 這一季和上一季一樣喔 採取的是五十勝局 解鎖購買造型資格 還挺好喔 解鎖資格而已喔 最後大家還是要用剛剛前面那個 榮耀聯賽賺的行為點數來買喔 好在現在的是算局數有沒有 勝局 三戰兩勝當中喔 只要有贏到任何一局 都會計算進去喔 這個就把解鎖門檻大幅下降了 勝利的就爽賺兩局場次 失敗的你還可以當作把分數拉低 不會排隊更久也不會更難打 但當然都是把勝利當作目標啦 畢竟這是聯賽 大部分會打這個的玩家 都是認真的看待每一場對局 這個聯賽獎勵過半的玩家 是沒有達成的 主要有幾個原因 就是 對戰觀念不同 對戰時間太長 求勝欲望不同 聯賽壓力太大 欸不好玩 等級差距 等差是當中最為嚴重的部分 你除了要面對聯賽的壓力 隊友的送頭 亂ban亂選的隊友 你還要面對的 就是要買到140I 就是等級很高的對手 雖然說現在的玩家 多多少少都會持有1-2隻11級的角色 但這是聯賽 模式地圖都是隨機的 我真的可以無視模式 無視地圖 去玩我的11級角色嗎 完全打不了的話 是不是本末倒置 原本選了11級來幫隊友 結果因為地圖 模式 連發揮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有比較好嗎 不過今天主要 並不是來討論這個星光聯賽 大家記得在賽季結算以前 把造型資格先弄到手 如果你沒有達成 往後你就算有再多的星位代幣 都再也買不到這些造型了 目前來講 我覺得是蠻值得的 畢竟所有的聯賽造型 都是非常用心的 不會只是外觀 都是可能連音效 攻擊特效 甚至招換物都給你設計得很精美 我覺得有乾下去的動力 50局 一天兩局 甚至不用一個月 其實也還好 不用乾 我覺得相對來說 要乾的是榮耀零賽那邊 要不然25000星位點數 真的不容易湊 荒野還有什麼結算 我記得是三個 啊 主題季 主題季 這算是目前還有在玩荒野的玩家 比較不會錯失的結算 因為它的獎勵非常直接 非常乾脆 我想前面兩個 把我的乾換成心位點數 還有拿乾換購買資格 主題季的獎勵就是直接給你遊戲資源 金幣 寶石 寶箱 還有什麼 錶金 或是能量點數 不管你有沒有買通行券 都可以從一個主題季中獲取非常多的獎勵 那在主題季結算以前要做的 就是盡可能的把任務結完 這個其實看個人 有部分的玩家 像是之前還沒有11集的時候 大部分都已經是全滿的狀態了 甚至可以不需要打任務 反正任何的獎勵 對他們都沒有吸引力 但我相信現階段有11集上限這個新東西推出 對這個遊戲還有熱誠的玩家 都是拼命在乾任務 一季打下來 可以獲取的獎勵 其實算一算還真的比以前多 唯一讓玩家覺得不好的點 就是寶石換成固定獎勵 再也無法從寶箱開出了 這種就是大獎直接從寶箱裡面拔掉的感覺 少了一種開箱的期待感 還有一個要點 就是主題季的獎勵只會維持兩季 這個我覺得很少玩家會整整兩季都沒領答 所以其實還好 但如果真的有 那個自動領真的很沒有參與感 就是我辛辛苦苦打任務拿來的獎勵 確實別人來幫你開箱 如果說你每一個主題季都把獎勵打滿 沒錯的話是兩季的寶石 足夠你去買個通行券 所以這點官方其實還是蠻佛的 並沒有說沒花錢就追不上 只不過要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一點 按照所有的結算來說 這個算是目前玩家比較關注的地方 前面提的兩個 大部分玩家已經慢慢無視了 尤其行為點數 沒什麼實際的用處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主要只是想跟大家聊聊荒野亂鬥 還是有很多的結算日啊 官方很巧妙的把這些結算日都隔開 讓大家在每一段時間點都有要奮鬥的目標 如果說你對杯數比較沒興趣 你就只是想玩開心的 那相對來說 主題季以及星光聯賽的獎勵 應該就會比較吸引你 但這個又有矛盾 我就玩開心的不打算認真 你叫我去打認真的星光聯賽才能拿造型 但官方就是這樣規定 大家自己在認真跟娛樂之間拿捏平衡點 那麼今天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大家比較關注的是哪個結算 為什麼對其他的又比較沒興趣 歡迎下方留言分享 新年一年希望大家可以試試順利心想事成 有什麼煩惱都在新年後才去煩惱 祝大家虎年行待遇 新年快樂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請多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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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店不見